各位鄉親、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召開我們龍潭區三不地範圍畫出計畫的土地使用分區 檢討便跟線上說明會 在這邊非常感謝我們鄉親朋友 波榮來參加我們的線上說明會 我們這個案子最主要是配合我們市府水務局 在109年開始他們就針對我們的龍潭的銅鑼圈地區 這個三坡地範圍進行檢討 針對部分畫出三坡地的部分也報行政院在111年核定 去年6月2號水務局也將核定的範圍已經辦理公告了 其中位於我們非都市土地的部分 使用分區還是三坡地保育區的部分 就有我們地震局這邊依照規定來進行分區的檢討變更 今天的說明會最主要我們會跟鄉親說明 我們這個三坡地檢討畫出的一個情形 以及分區檢討變更的相關作業流程還有法令規定 以及相關的一些土地使用上的一些管制差異 我想說在我們的說明會進行之前 我先跟鄉親說明一下 今天我們採線上說明的方式 如果說鄉親對我們這個相關作業有相關的疑慮 MIT? 平安 算了 我們 算了 祕 injustice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與會的各機關代表 那我們今天的說明會 我們也邀請到我們的龍潭區公所同仁 那還有我們的水務局 我們的農業局 跟我們的大溪地震事務所同仁 那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 我們今天的說明會簡報 那首先我們先請 我們的水務局這邊來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山坡地畫出的一個作業情形 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是水務局坡地管理科科長邱來賢 那現在由我來做 桃園市龍潭區山坡地畫出範圍 計畫的成果一個說明 那下一句 那桃園市山坡地畫出的範圍 這個畫出最主要是依據桃園市山坡地範圍 劃定及檢討變更作業要點第六點的規定來做的 那能畫出的要件最主要就是平均坡度要小於5%以下 另外在危在地質敏感區或者土石流 顯示虛流範圍內 另外區內沒有設置過土石災害的一些防治工程 以及沒有在洪範區 另外檢討完之後還有一些退縮距離的檢討線 所以在退縮距離範圍內是不可以畫出山坡地的 以及要畫出的範圍裡面是連續聚集面積要大於10公頃才可以 針對這一部分的話我們在龍潭區 龍潭區這個區塊裡的話我們檢討的是大概早期所謂的銅鑼圈區域 那我們的檢討範圍最主要是在沿著二高左右兩側 在離東區東半部那邊大概離近是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青山園區那一部分 在西側這一部分大家就早期的華映友達渴望這個區塊 在南邊這一邊的話大概就靠近高原路跟龍原路這個區塊 整個區域面積大概是819.61公頃這一部分 那我們辦理的情形是在109年度就開始做規劃畫出的報告 那後續透過工作說明會跟大會審議 在110年5月的時候獲得行政院同意 也在111年6月2號公告畫出山坡地 那我們畫出山坡地的範圍最主要是在金龍段高坪段 龍原段洽水段泥橋河原南坑高原浮原跟中原等10個地段 總共畫出面積是819.61公頃 畫出的比數是6729筆 這後面這個是一些相關地級畫出面積跟地級數量的統計 來供大家參考 以上 好那謝謝我們水務局的我們的科長說明 那接下來由我們地震局這邊來說明後續這個山坡地畫出之後 那他的土地使用分區的檢討變更的作業情形 那我們請我們約會同仁這邊來說明 臺灣市政府地震局報告 那今天是把你本市龍潭區山坡地範圍畫出計畫 使用分區檢討變更說明會 檢報說明包含分區檢討法令依據作業流程 還有分區變更前後土地使用管制差異 按鍵內容說明還有公開展覽公告及登報辦理情形 分區檢討變更是依據制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之以下皆簡稱作業須之等規定辦理 那本案呢經檢討符合特定農業區以外 工農業使用之土地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規定 也就是符合作業須之第七點第一款第二目之規定 分區檢討案件作業流程說明如下 按作業須之第十四點至第二十點規定 首先呢主管機關先確認檢討變更範圍後 由本局製作相關成果圖冊 再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那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也就是現在辦理的階段 之後呢將召開本府專業小組審查後報送內政部合備 合備過後公告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談有錯誤或遺漏辦理更正 後續最後則將編定成果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上 那本案部分土地在分區變更後 使用地有一併檢討變更之情形 第一種在山坡地保護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後 山坡地保護區站位編定的土地 將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農木用地 它是依據作業須之第九點第二款說明一的規定 依一般農業區之主要用地別農木用地一併檢討變更 第二種為品種建築用地一併檢討變更為假種建築用地 按追須之第九點第二款編定原則表 一般農業區內非山坡地之土地不得編定為品種建築用地的規定 原本案在將山坡地保護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後 使用地因應並檢討變更為假種建築用地 那品種建築用地跟假種建築用地 在建壁容積及容許使用項目上皆有差異 請大家參閱 重點說明如果土地原本是依核准的計劃 辦理變更編定為品種建築用地者 在本次辦理分區變更後 應該說他檢討變更為假種建築用地後 其使用管制及開發建築 人應該要依照原本核准的計劃辦理 在分區檢討變更後 使用法規有哪些差異呢 就變更編定為例 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48條第49條之一及第52條之一 皆有規定 細針對山坡地範圍內的土地 申請變更編定 需要減負的 例如學土保存完工證明文件等等 或者是他需要提市府 變更編定專案小組審查等 或者是他開發面積原則不得小於10公頃等 這是針對山坡地範圍內土地 申請變更編定的規定 案件說明 本案為桃園蓄龍台區山坡地範圍畫出計劃 該計劃經行政院110年5月17號同意 那市府以110年6月2號的公告 公告期滿在案 那本案呢 你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那前進徵詢使用分區變更前後主管機關意見 也就是本府水務局及本府農業局均表示無意見 計劃範圍說明 總表 總圖如下請大家公參 因範圍廣大 所以分為A到L區放大展示 那以下圖說呢 都放在桃園市政府水務局官網 如果有需要者可置官網查詢 首先計劃範圍A區 圖示範圍包含泥橋段金龍段等 那在華英公司及楊同路附近 綠色實線呢為畫出範圍 黃色圖塊為部分畫出至土地 計劃範圍B區包含河圓段南坑段等 在山河清城及可望園區附近 計劃範圍C區包含泥橋段中原段等 那靠近尤達光電及北二高請參閱 計劃範圍D區包含河圓段中原段等 靠近可望園區尤達光電還有中原路北二高等 請參閱 計劃範圍E區包含高原段金龍段中原段等 靠近北二高高陽北路台三線 計劃範圍F區包含河圓段南坑段中原段 靠近小人國 計劃範圍G區包含中原段何原段等 靠近北二高中原路二段高原路等 計劃範圍H區包含高原段 靠近高原路台三線高陽南路高陽北路等 計劃範圍I區包含中原段浮原段 靠近浮原路高原路中原路及北二高 計劃範圍J區包含高原段浮原段 靠近浮原段龍原段高平段等 然後靠近龍原路北二高台三線 計劃範圍K區包含高平段龍原段等 靠近龍原路高陽南路 最後計劃範圍L區包含南坑段何原段等 靠近小人國 以上為主管機關公告的計劃範圍 那在主管機關公告畫出範圍核定後呢 本局即配合地級資料製作土地清測及圖冊 那本案呢土地清測成果可分為四種成果 第一種為山坡地保護區 在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後 它的使用地未調整 第二種為山坡地保護區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後 使用地一併檢討變更為假裝建築用地 第三種 山坡地保護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後 使用地一併變更為農木用地 第四種 若該比土地僅部分劃出山坡地 那它的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不調整不變更 則是在登記部辦理助記 將助記部分屬一般農業區 那本案分區調整的圖冊呢 資本清測將放置於本府地震局及龍灘區公所 電子檔則置於唐玉市政府地震局官網 有需要者可以去點選參閱 那針對各段的清測成果整理說明 首先金融段 在用地別位調整比數計有135筆 調整為假種建築用地有17筆 調整為農木用地為5筆 土地景部分劃出山坡地者共有27筆 面積請參閱 第二段高頻段 用地別位調整包含848筆 調整為假種建築用地有521筆 調整為農木用地有3筆 本段呢 土地如果景部分劃出山坡地者有64筆 面積請參閱 龍圓段 用地別位調整包含130筆 調整為假種建築用地有25筆 土地景部分劃出山坡地有17筆 面積請參閱 洽水段 用地別位調整有13筆 調整為假種建築用地有1筆 土地部分劃出山坡地者有4筆 面積請參閱 泥橋段 用地別位調整有172筆 調整為假種建築用地有43筆 調整為農木用地有2筆 土地部分劃出山坡地有46筆 面積請參閱 河原段 用地別位調整有46筆 調整為假種建築用地有845筆 土地部分劃出山坡地有53筆 面積請參閱 南坑段 用地別位調整有22筆 調整為農木用地有1筆 土地部分劃出山坡地有5筆 面積請參閱 高原段 用地別位調整有752筆 調整為假種建築用地有204筆 土地部分劃出山坡地有19筆 面積請參閱 浮原段 用地別位調整有268筆 調整為假種建築用地有201筆 調整為農木用地有2筆 土地部分劃出山坡地共有52筆 面積請參閱 最後 中原段 用地別位調整有828筆 調整為假種建築用地為609筆 調整為農木用地有9筆 土地部分劃出山坡地有49筆 面積請參閱 本案 本案所有土地匯整總表 那本案呢 包含金龍 高坪 龍園 洽水 泥橋 河園 南坑 高園 浮園 中園 共時段 用地別位調整比數共計有3214筆 調整為假種建築用地土地共計2466筆 調整為農木用地計22筆 那本案呢 土地部分劃出山坡地者共計有336筆 重點說明 土地如果原本是依核准計畫辦理變更編定為 畢種建築用地者 例如山河新城 於調整為假種建築用地後呢 其使用管制跟開發建築 仍然應依照核准的計畫辦理 如果土地是70年間公告農定為 畢種建築用地者 於調整為假種建築用地後 得以管制規則第六條副表1 及第九條等規定 容許使用項目 建幣率及容積率使用 如果土地僅部分劃出山坡地者 得於分區檢討變更完成後 由土地所全人至地震事務所辦理分割 本案呢 以112年4月20號公告周知 並於112年2月24號 張貼於本府及本社龍台區公所 公開展覽30日 公告請參閱 本案呢 頁於112年4月24號 刊登於太平洋日報 登報情形請參閱 那本案在公開展覽完畢後 也就是112年5月24日完後 桃園市政府將針對人民提出的意見 中整辦理後 供後續本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 及調整案件審議專案小組參考審議 對本次說明會內容如果有任何意見 歡迎來電洽詢 亦可以填寫線上表單 或可於會後以書面序名釋由 並於今年的5月24日之前 記至桃園市政府地震局 感謝指教 好 那謝謝我們剛剛是水務局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地震局的簡報說明 那簡報內容其實非常的多 那因為這個案子 其實它的範圍也非常的廣 在我們龍潭銅鑼圈地區 那大家看簡報裡頭 大概這一次山坡地劃出的範圍 大概就有800 將近820公頃 那事實上針對這樣的一個範圍 區內的土地使用分區 不見得全部都是山坡地保育區 有少部分大概已經是 編為工業區也好 或者是鄉村區也好 那這個部分大概 我們這一次的分區檢討變更 並沒有去變動到它的分區 那這一次我們主要是針對 目前是山坡地保育區的 這樣的分區處地 那配合山坡地劃出的結果 我們把它檢討變更 那剛剛我們地震局的簡報裡頭 也提到了我們這一次檢討變更的結果 其實最主要都會把它調成一般農業區 那因為依照我們內政部定班的 住業區資來檢視的話 我們現在這個分區 看起來似乎都不符合 其他相關的使用分區的畫設 所以我們會把它檢討為一般農業區 那用地別的部分呢 其實大部分的用地別 大概都不會變動 所以土地所有權的 土地使用權益來說 大概沒有太大的差異 那只有部分的 現在區內的建築用地 叫做品種建築用地 那這個部分會配合我們使用分區 改化為一般農業區 那我們會把它調成假種建築用地 那此外大概還有一部分 少數的那種 因為山坡地的關係 當初還在等可利用限度查定 所以站位編定 這些土地我們也會配合 因為化為一般農業區 那我們會把它的土地 就直接把它編為農木用地 OK 那大概就是我們今天簡報的 相關的一個簡單說明 那剛剛最後還有提到 我們這一次的分區檢討的一個草案 那我們已經在4月24號 已經在市府跟龍潭區公所 都已經辦理公開展覽 那大概展覽30天 應該會到5月的24號 那我們鄉親朋友們 如果對於我們這樣的分區檢討的一個作業 有相關的疑義的部分 剛才我們簡報最後大家也提到了 那都可以透過我們的Google表單來留言 或者是以書面的方式 那進送到我們市政府這邊 甚至也可以用電話的方式 打電話進來我們直接答覆 那我們現在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現在就進行 我們的民眾這邊看有沒有什麼問題提出 報告主持人 線上有一位陳小姐 她在詢問說 就本次山坡地畫出範圍內的土地 對土地所有權人在權益上 及使用上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好 那謝謝陳小姐這邊的留言 那這邊就由我們地震局這邊來統一答覆 那事實上針對這一次的山坡地畫出後 我們的使用分區檢討 那剛剛我也提到 其實最主要就是配合山坡地畫出 那所以對於這邊的土地使用管制 未來的不管是開發也好 建築也好 大概它的管制強度會比較放寬 那使用地類別的部分 原則上大概都還是 依照現行的使用地類別並沒有變動 那部分的建築用地 會配合改為假種建築用地 那不過改為假種建築用地 並不是直接就可以依照我們 假種建築用地的相關法規 可以來申請建築或者是容許使用 還是要看它原來這個 並種建築用地編定的結果 剛剛我們簡報裡頭有提到 如果說是早期 那個申請住宅社區開發的 這種類型的並種建築用地 那還是要依照這一個開發計畫 來做使用管制 那除此之外 大概原來 就已經是早期的三合院 或是建築管制前已經建好的 這種老舊建物 它的基地 因為這次的檢討 我們會把它從 並種建築用地改成 假種建築用地 那當然這種土地大概就適用 我們假種建築用地的法規 來做後續的建築跟管制 那其餘的部分大概 使用權益上來說 我認為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那大概對地主的相關的土地 處分權益大概也沒有其他影響 那唯一有一點的部分 剛才我們簡報有提到 這次的三坡地畫出成果 但因為它是配合現況地形 第四的一個檢討結果 所以它跟我們的地級 不會完全一致 所以剛才我們簡報大概也提到 這一次的檢討結果 大概可能區內 會有300多筆土地 它是部分有畫出 部分還要維持三坡地 類似這種情形的部分 我們的分區檢討作業 一旦核定下來之後 後續土地所有權人 如意辦理分割的話 是可以提出申請 到時候我們地震事務所這邊來協助 除了這一種情形之外 其他部分大概地主的權益 是沒有影響 連權狀都不用換 大概以上我們的簡單說明 線上有位曾先生 曾先生反映 他的土地 從中間被劃分出兩個部分 那有沒有可能整筆跟正 把它畫出山坡地範圍 如果說有這種 一筆土地部分 這一次有畫出山坡地的話 那能不能整筆 檢討把它都畫出的部分 我們這邊還是請我們水務局這邊 來幫我們解單說明一下 水務局這邊做說明 如果說有土地是一部分被畫出山坡地 一部分沒有的話 其實如果按照原來的規定 這一部分是整筆土地都不能畫出山坡地 但是因為我們在檢討過程的時候 按照退縮距離 有可能有一筆土地可能它面積很大 可是它只有在退縮線裡面 只有局部來講 會影響到它的權力 所以我們在檢討過程裡面 跟中央單位討論 這個可能對山坡地畫 畫出如果沒把它畫出去 對它的影響比較大 所以我們經過討論之後 才有整筆土地裡面 有部分可以畫出山坡地 部分不可以畫山坡地 以退縮距離來做一個計算 那我們在分割範圍內 我們經過檢討之後 才會產生這一部分 所以按照這個 如果說目前來講 有部分畫出 部分沒畫出 是沒辦法把它整筆做 畫出山坡地的 以上說明 好 線上有一位靈性民眾 請問說如何獲取 本次說明會的書面資料 好 謝謝我們鄉親的提問 那我們這一次的說明會資料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用的簡報 我們都會放在我們地震局的官網上面 那鄉親如果想要再瀏覽 那可以上我們地震局官網來看 那今天說明會的影片呢 我們會後也會把它放在我們的網路上面 YouTube可以去點閱 那有關我們這一次公展的這些圖跟測的部分 其實除了市政府跟我們的龍潭區公所 有實體的紙本資料之外 那電子檔的部分 大概我們都放在我們鄉親的網站上面 所以如果說鄉親 隨時想要看的話 大概就是上網點閱 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大概我以上這樣說明 我不知道有沒有解答到民眾的疑慮 接下來線上有位劉小姐提出問題 就本次的調整完畢之後 是否有需要重新申請更換土地權狀 好 謝謝劉小姐 那剛剛我們大概也有提到 其實這一次的分區檢討變更 那對土地所有權利的土地使用權益 其實沒有太大的一些影響 那當然我們這只是 因為是分區還有部分土地的用地別 會配合一起檢討變更 那在土地權狀上面來說 其實都沒有這些相關資訊 那如果檢討變更完成後 民眾會收到我們地震宿有計發的通知單 那當然你去申請新的土地騰本出來看 就會在騰本上面看到 分區跟用地別已經調整好了 那權狀上面是沒有這些資訊 所以權狀不用去更換 所以大概這個部分 除非是怎麼樣 就是剛剛有提到是部分劃出 那這個部分如果地主調整完後 有需要辦分割的話 到地震宿來申請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協助 那當然權狀後 分割完後會把你換成新的權狀 以上說明 有一位吳小姐提出問題 那本案預計 在那個土地的檢討變更的時程 大約還需要多久的時間 OK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從簡報 剛剛的第三頁 大概也可以看得到 那這樣子一個分區檢討變更 其實作業流程還蠻多的 那目前我們大概進行到的就是 我們草案的公展以及說明會的階段 那說明會跟公展結束後 那我們受理人民的一些建議 或者是疑義的釐清之後 後續我們市政府這邊就會召開我們的 審議專業小組會議來審查 連同人民的一些建議意見 我們都一起提會來審查 大概市政府這一個流程 審查通過了完之後 那我們會整理相關的一些圖測 那接下來報內政部這邊來合備 那一旦內政部這邊有合備下來之後 後續我們就會公告 以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那之後就會通知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 所以大概預估整個作業的一個時程 我們先掌握說 作業順利的情況下 我們最快 最快在今年年底以前 我們報內政部 OK 那在今年年底以前 我們把圖測整理好之後報送內政部 那後續有內政部審議完成之後 我們會盡快辦理公告 預計大概應該可能會在明年上半年 可能會有一些內政部審議 跟合備的一些消息出來 好 線上一位徐先生詢問 本案需要民眾主動申請嗎 還是由政府主動協助變更 徐先生你好 那針對這個部分剛剛我們也提到 其實這個是我們市府 政策性的作業 那這邊由水務局這邊來主動進行 我們三坡地範圍裡頭 有可以檢討畫出的這種情形 所以這大概不是民眾提出申請 那能不能畫出大概也不是民眾 申請就可以辦得成 所以這個還是要符合三坡地 畫出的作業規定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我們還是 以我們市政府水務局這邊檢討的結果 那我們地政局這邊來配合辦理 後續的分區檢討 先上一位陳姓民眾詢問 有關他自己土地的 間閉力的容積的狀況 要怎麼樣去得知呢 這邊我比較不清楚是說 我們有留言說是哪裡的地號嗎 好像我們陳先生這邊 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建議 陳先生你可以再把你關心的這個土地 那如果有地段地號的話 也可以提供給我們 那有我們的優單位 我們再來瞭解一下 所謂你想要知道你的土地的 就是丙種建築用地 如果你的土地是丙種建築用地 那我們這一次檢討變更完成之後 會改成甲種建築用地 可是改成甲種建築用地之後 你的建幣率跟容積率 是不是就會適用甲種建築用地的 所規定的 建幣率60% 容積率240% 這個部分還未必 因為我們擔心的是說 你的這個丙種建築用地 它是不是在我所謂的 早期那種住宅社區開發案的範圍內 如果是的話 還是要依照那個開發計畫 所規範的使用強度來使用 那如果真的你有需要 你們社區大概都講好 有需要想要提升你們的基地的使用強度 那可能就是來依照規定 提這個開發計畫的內容變更 那除此之外大概 如果你的土地 不是剛剛我講的建築用地 就是一般的農木用地也好 或林業用地 那大概建築容積是沒有影響的 那如果說是交通用地 或特定目的設用地來說的話 也應該是要 依照它當時編定的那個 那個核定的計畫來使用 所以建築容積的部分 可能大概我簡單的說明是這樣 那你的個案 如果說你想要進一步了解的話 那可能再提供一些基本資訊 我們再來了解 來 報告主席 就線上民眾提問的部分 都已經提出 然後由主席已經回應完畢 以上 好 那剛剛我們線上 我們同仁從後端看到 今天有提出疑問的部分 我們剛剛大概都已經先簡單的說明 那不知道我們鄉親這個部分 是不是還有一些想要再提問進來的 我們再等一下時間好了 可能有些鄉親還要 還要先施施率或者是打字的部分 好啦 再說一聲 因為我們這個個案 其實它的範圍 剛剛我講的非常的廣 八百多公頃 詳細的面積我們這邊大概統計是820 以水務局的資料看起來是819 以我們地震局這邊造冊出來 目前看起來 我們屯本的面積大概是832 不過我們這個部分的面積大概是沒有剔除 那個部分納入 部分未納入的這些 應該要剔除未納入的這個面積 所以實際上的面積還是要以範圍核定完後 那地主來申請分割完 我們才有辦法換算出 大概實際上已經畫出山坡地的土地面積 我們這樣掌握起來大概是820多公頃 那我們想說這個時間我們看看 我們與會的各機關代表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地方 那針對今天的說明會我想 我們還是請我們業務單位這邊有民眾提問 線上有位烏先生提問 他是在請問說 山坡地保育區變更為一般農牧用地以後 對於未來農舍申請的建幣容積率等有沒有什麼影響 這個部分其實他還是農牧用地 所以他要興建農舍的部分 原則上還是依循我們農委會定班的農業用地 興建農舍辦法的規定 那不過這部分我還是請我們農業局這邊來簡單說明一下 詳經理好 那個農業局這邊再回答 如果說要詢問那些農舍的一些建幣率的話 最後終還是要回到建築法那些建築相關規定 就是要還是要向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那邊去做詢問 謝謝 線上有一位吳小姐 她在詢問說 現在由秉建更改為假建 那容許的項目變少了 請問是依據法規的哪一項 市府的官網可否提供相關的資訊 好 OK 那剛剛我們簡報裡頭大概也有提到 那個三坡地分區檢討片跟前後差異 那當然我們的簡報有帶到 其實以假種建築用地跟屏種建築用地的 做比較來看差異的話 三坡地保育區裡頭的建地 我們叫屏種建築用地 那當然它的建築率容積率大概都只有40% 跟容積率120% 那一般農業區裡頭的建築用地 我們就是編定叫做假種建築用地 那這個部分的使用強度會比較高 建築率有60% 容積率有240% 那可是這兩種用地它在法規上面 它可以容許使用的項目 實際上也還是有差異 看起來假種建築用地 雖然它的使用強度 可以蓋的房子可能比較高 可能使用強度比較高 可是它可以容許的項目 依照目前現在法規正面表列來看 大概是15項 15項 那相關的規定可以在我們的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大概裡頭有一個副表 大概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說有需要的話 我們優惠單位這邊後續也可以整理一下 是不是把它補進來我們的簡報裡頭 到時候放在網站上面 讓民眾可以去登錄這個簡報 也可以看得到 到底它的容許使用項目是15項 是哪15項 那我這邊就不一一把它講15項念出來 那丙種建築用地的部分 照法令的規定 它的容許使用項目是有23項 那事實上我去比對過了 其實這23項也包含了 前面假種建築用地的15項 那其他多出來的8項是什麼 那個8項大概都是跟 森林 旅遊 或者是自然資源保育 水土保持 工程等 相關有關的一些容許使用項目 所以如果說它畫出山坡地了 自然跟這些大概比較沒有太大的關聯 它就是平地 所以它的會使用的項目 大概就是跟甲種建築用地 它那個15項的那個項目 大概應該是對土地所有權的使用需求來說 應該是已經足夠了 但不太會去 還需要去做到什麼水土保持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關的那種情形 那不過我們這邊簡報裡頭也有點到 就是以無公害的小型工業設施這個項目 這項目是甲種建築用地跟丙種建築用地 兩種容許使用項目都有提到的 那可是它的那個實質的使用內涵 其實還是有差異 在甲建的部分 基本上它是可以做無公害小型工業設施沒錯 可是它有限制它的那個那個廠房基層面積是 不可以超過100平方公尺這個大小 真的是比較小 大概30幾坪的廠房 那如果是丙種建築用地的話 它相對的 讓您做無公害小型工業設施的那個量體會大一點點 基層建築面積可以讓你放大到 不要超過200平方公尺 大概是實質的管制內容可能還是有一點差異 那相關的一些細節的部分 那剛剛我提到就是可以看一下我們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那副表6 那那個副表6其實內容非常的多 它不是只有講我剛剛提的這個甲建跟丙建的差 它把我們非都18種用地 就是不含海域用地 其餘的18種用地 可以容許的項目是什麼 通通都列在上面 所以內容非常的多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上網都可以查得到 那有關剛剛講的丙建跟甲建的容許項目 我們會後會再把它補充到簡報裡面 到時候會放在網站上面 線上有位宋先生他想請問說 他的地號在這次的劃出範圍之後 會變更為什麼樣的用地 那是不是建議主席我們這一題就 會後由業務單位來用電話跟宋先生聯繫就可以 宋先生不好意思 那因為這個部分 你講的地號會變什麼 那個我們會後我們的業務同仁 會再跟您聯絡 那就你的問題 我們具體了解完之後 再來直接答覆你 好 線上有位林小姐 他是請問說 如果在山坡地的保育區農木用地 部分化出為一般農業區的農木用地 那它原本的面積是2500平方公尺 那分割後兩筆的土地 不足可新建農舍的2500平方公尺 這樣對地主的權益有什麼保障呢 原則上來說我聽起來的意思應該說 它本來是一筆土地 那本來它就是農木用地 應該是可以申請興建農舍 那這一次因為化出山坡地的結果 只有部分被化出 部分沒被化出 所以如果這一次的分區檢討成果定案了 它的土地可能會有兩種分區 甚至可能會因為這樣把它割成兩筆 一筆還是叫山坡地保育區農木用地 另外一筆叫一般農業區的農木用地 那到時候這兩筆土地有沒有辦法 合併申請建築農舍 現在的最大問題應該是在這邊 因為如果兩筆土地分開個別看的話 大概可能面積都未達0.25公頃 所以一定還是要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有關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農業局這邊有沒有 那有關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想說可能我們會後還是請 我們農業局跟我們的建管處 我們這邊來了解一下 到底對於這樣的一個 化設結果完之後 這兩筆土地要合併申請新建農舍 有沒有什麼影響 那會後 這邊有留他的聯絡資訊 那會後我們會再回覆我們 我們來詢問小姐 好 先生有位黃小姐 那請問說未來大概何時 會從甲建 秉建變更為甲種建築用地 這個部分大概也是配合我們的分區 檢討變更的作業 如果說一旦這個案子 經過內政部合併下來了 我們接著就會趕快辦理成果公告 公告期滿 我們公告30天 公告期滿後就會通知地震事務所辦登記 那這個登記的作業除了分區 會辦登記之外 連同該一併變用地的部分 我們也在這做登記的同時 一併會把它做好 那以時間來說的話 我們預估今年年底 我們的目標是把成果趕快報內政部 那如果內政部這邊審議和被住業順利的話 應該是明年年初 那成果就會公告 那公告期滿 我們登記的時候 那地震事務所會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讓你們知道這件事情 那大概登記可能要一點時間 或許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登記完了之後 我們民眾再去申請土地屯本出來看 就會知道你的土地 該編為假建的 應該屯本上面顯示 就會是假種建築用地 那時間上來說 我們可能後面比較 還沒辦法那麼具體的跟大家回覆說 大概什麼時候會登號 我很不好意思 好 報告主席 現在線上民眾在Google表單上面的問題 我們都已經答覆完畢了 以上 好 那謝謝我們鄉親今天的提問 那今天大概有幾個問題 可能我們今天沒辦法當面 跟我們提問的鄉親來做回覆 那不過這部分我們都有錄案 那後續我們都有留下我們的 跟鄉親的聯絡方式 所以我們會再主動把我們演繹的結果 或者是有什麼不明瞭的地方 我們會再跟鄉親這邊來做洽詢 再來回覆民眾 那今天沒有提問到的部分 那鄉親如果說過幾天想到了 大概想要提問的話 大家也都可以直接打電話也好 或者是 其實透過我們這個過表單還是會開放 我剛剛看我們簡報說 這個系統會開放到5月24號 所以直接進入系統 在線上留言 我們每天也都會有承辦人進去看留言結果 那如果說想要比較詳細說明的 那你就用書面的方式 那如果你覺得還有相關附件想要給我們知道 也可以用書面簡送這些附件 就寄過來我們地震局 我們地用科搜 那我們這邊了解後 我們會一一來答覆 那如果今天說明會 現在沒有鄉親再提問了嗎 沒有 那今天說明會 我們是不是就先暫時到這邊結束 那如果說還有問題的部分 那都可以在這段時間都可以 再向我們地震局提出 那後續大概我們公展期滿之後 那相關的人民陳情意見 那我們都釐清完之後 我們市政府這邊會盡快來安排會議 來進行審議 那希望這個案子我們就順利進行 看是不是可以在今年我們就把相關資料 趕快整理好 來報送內政部來做後續核備的作業 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今天說明會就到這邊結束 那謝謝大家 那也謝謝我們鄉親的參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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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等一下 拍攝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